有李建昌議員 周薇佑議員 許舒華議員 梁文堅議員 簡書培議員 時間兩百分鐘 今天要用一百二十分鐘 創餘的八十分明天繼續 請開始 市長 剛剛臨時代議員 剛開始的時候有秀今天點見雜誌 你的市場表現的麻藝國表 我秀一下 我剛好 我們兩個首先跟你談這個題目 你今天的心情不夠好 剛才我在研究室裡面 看到你身大的感覺 心情不舒服 其實這個東西是這樣 你說眼見雜誌應該是所有的 不管是網路公司 或是所有的媒體在做的 他已經做賣一二十年了 一二十年的民調 我們不管他是怎麼猜出的樣本 縱使一個參考體 他剛才臨時代議員說 他為吳伯雄做指定位 當議員做到現在 我為彈水平 做指定位 當議員做到現在 奇怪 你當市場就很打拼也很認真 很打拼也很認真 老實說 這我也給你輕輕 但是市場某一堂 現實出來 只有第一年 不是密約期 人家幫你打分數 打七十幾分 沒有市場某一堂七十幾分 沒有市場某一堂 四十八點四 大家科技 連補考的資格都沒有 連補考的資格都沒有 小英這都原人 我想要跟你探討這個問題 你有當時這麼像媒體的時候 像一天我就看電視說 小英就做不好啊 不知道這麼多人拼出來要選總統 你有說過這句話嗎 對不對 小英就做不好啊 不是這麼多人拼出來要選總統 你如果做得好的時候 什麼人要拼出來選總統 很奇怪 如果按照你這個邏輯來講的時候 你台北市場的市場 安逸就這樣 你現在告訴我 包括民進黨 中上會 中主會長 一定要將你把它放進 這個總統的民調裡面 我想連國民黨也一樣 連國民黨也一樣 很奇怪 你說小英總統就做不好啊 不然這麼多人要選總統 你台北市場如果經過這個民調這樣說的話 你憑什麼去跟人選總統 對不對 我們說坦白的 欸 總統 總統說管 不是跟我們台北市場這種問題而已 但是你經常去家裡人騷騙啊 小英就做不好啊 不然這麼一人出來做總統 這很奇怪 台灣變得很奇怪 第二點我告訴你 這是我的觀察 你每天都會讓記者給你賭賣啊 而且你也熱恥不疲啊 像那天我像你去這個 我們來的內府之心 他們的喪良典禮 我也在在後面 我在觀察這個總統 這個內府之心啊 其實在台北市場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大內科的一環 照你講 那天那個青春 我不知道之前青春在標啦 因為那個速度 整個出色的東西 在這個大內科的價格中心裡面 這照你講是一個 台北市場很好的一個重大建設 你知道嗎 但是呢 那天為替問的問題 都不是這個問題 都不是這個問題 包括你每天去 做採訪啦 包括你每天去採訪 去用賭賣 十幾間 扛六公司給你賭賭賣 但是問的問題 都不是這個 包括今天這題目 記者給你問啦 奇怪咧 那你就 西區門戶計畫一直說 東區門戶計畫一直說 看南市場 第一國菜市場 市場的改建 南門市場的改建 這些所有工資的改建 你就 無或無 我們二位過去四年 也像市政府配合 做這麼多的事情出來 啊但是 在每一個 會當工店的上面 或是開墓店的上面 你被賭賣的 都是政治在那裡 你就是政治一百分啦 市場靈魂 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擋住這個媒體的誘惑 你說我今天來跟內有資深 你如果要問我內有資深 你如果要問我內有資深 我可以10分鐘給你問 但是記者不清楚啊 記者要問你今天發生的新聞啊 你就對他講啊 你對他講 你今天去我內有資深上兩點五 沒有人關注這條新聞啊 我看 幾台新聞啊 沒有報告 今天去邱恩作 來我們內有資深的黨工電力 他後來 會對我們三葉 帶來三種的影響和發展 沒有 沒有報告一條 他就是 他就是問你整理的 那整天 整天在那裡連社會 就都連接 他就要聽你說 小英德做不好 不然這麼多人出來選總統 他說 如果我這樣 你平常跟他們選總統 你平常跟他們選總統 對不對 當然你這裡不決定啦 但是你平常跟他們選總統 這是小小年 你平常跟他們選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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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由台北市民 你做這個市長 台北市民沒有那種成就給你 跟光榮感 我說社長領 單狗 還是賴清德 還是說現在 我們兄弟看名案 辦一個台灣黨會 他有那個官民 有一個成就感到容易感到出來 他做一個生子 脫臺換骨 民調頂管 他會做 比如說土翁市長 他這次做 他又排第二 他五星級的 那你三個半 那怎麼這樣 說 如果 你如果這個市民 有那個成就感到容易感到出來 我就說 報名三個 如果 請你一定要選總統 他剛才林輸董 有人說 你這四十幾年 你是在台北市 有可能的一支度 這有可能 他們為什麼 他們 去年是三家都 三家都 從杜雅恩智 從杜雅恩智 從杜雅手中 基本上情勢 就對你不願意 你不只 落這個分數 加上 你在台北市裡面 不管是 大雞蛋 他剛才說的 從杜雅 老金也好 這都有可能 影響到你在台北市的 市場的 萬一島 所以市長 我的請求 不要受那些媒體的誘惑 把你的腳步 你的腳 有在台北市場上 你的腳 比韓國瑜還好 韓國瑜一支水 在高雄 未來的環境上 你的腳 在台北市場上 但是你的腳 就都沒有在台北市場上 透過你的腳 你可以走動 台北市建設多少 台北市民要把我輕盈這麼對 南港 我也把你輕盈 他剛才說 山前奧列下來 我也跟你說 這都有可能是你的證據 環南市場 第一 公仔市場 市場 二、三十年 沒人家改建 你跟國瑜 來通過以前 要改建這個東西 這有可能 有可能 不是你這三年裡面完成 但是後來像韓國瑜 時代會繼續留下一個 懷念的一個證據 你的手 你的手 這麼多個尾鐵 要跟你拆好 但是都穿著整理問題 你每次就 這麼 擋不體又好 看到那些尾鐵 就要說 那三五個就跟他批評 批評當然有能見度 好 你如果要批評 市場 我給你評論一下 最近郭台銘很紅 你開兩張支票 你醫生 我們衛生局長也在這裡 他說要給人家 人家 人家 在未來幾年 在研究力 動選總統 之後 變成慢性病 你來評論一下 癌症本來就是 不知道 他的慢性病 定義是什麼 不知道 這是一個新的思維 就是癌症不是把它消滅 變成慢性病 那時候我不曉得他 到底是要講什麼東西 對啊 你要說他在講什麼蛙糕 他說什麼蛙糕 這就是你騙票 不是說 開這張支票 大家台灣老百姓 聽說 郭台銘 要給人家做慢性病 每天吃藥就好了 可能就都沒了 大家來選你做總統 這好小好奶 再來電影 我的高雄 市長 你也六個學的人 家醫 跟台勢方面 在海線的 他的地層下線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現在郭台銘說幾個 我如果做總統 我兩天 讓地層下線 會變好 你來平衡看看 這個是產業政策 跟那個環保政策 兩個要配合 你不能一直抽地下水 所以那個 那個整個產業政策 結構要改變 不然地層下線 不會改善 對啊 你講這句話出來 你就要照顧 那些養殖業 他今天會造成這種程度 他養殖業 看是我們 我們台灣社會 放多少銀口 你要去考慮這個 你要去考慮這個 我兩天要做這個 地層下線的問題改善 要去騙證 大家都在聽這大話 大家都在聽這大話 市長你很想說 韓國瑜 他在選舉的時候 又說 他說未來十年 我要給高雄市銀口 變成五百萬 市長 市長 你聽看看 你知道嗎 新北市 但是 上禮拜 前幾天 豪遊市長 這裡 這麼多慶祝電力公園 新北市的銀口 四百萬 四百萬銀口 未來十年 我們高雄市 變成五百萬 市長 我那天有看你去日本 去東北 豐盟 那些銀口 他們的河災 海嘯水災 之後 他們經國的土地 叫他們 共用和地方 安裝長 一個大溪塊 來做檢選 一個大高雄市 要銀納五百萬的銀口 哪有可能 假如我們這個運算 那天你報告 假如我們現在 東環段 這段 要做 就要十年的時間 十年的時間 起碼 五百萬的銀口 你要多少大眾因素系統 現出時 就要開始 學金幾月了 五百萬銀口 現在是兩百七十七萬 要銀納五百萬銀口 豪小豪奶 說你彌頭鄉 他記得說 修工基頂不夠 附地不夠 那些七四七 空中巴士 都沒辦法錄 有著要給高雄法大財 一定要有一個大的基頂 國際大基領 要去彌頭鄉 說要三千元到四千元 三千元到四千元 台北市一年 兩年五歲的醫生 要去補一個基頂 那中央要給他 要給他三天 那你說這些 還是任何工資妄想的東西 但是 一些人會聽下去 市長你記念什麼 沒辦法 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樣 有時候一開始好像 很難被大家接受 不過大家聽久了 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這是台灣的鼻子 這是台灣政治的鼻子 這是台灣政治的鼻子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蔡英文總統 這幾年的民調不好 但是他敢做 年輕改革 抵出很多人 真的抵出很多人 你說 這個同文議題 他也是這樣抵 也是抵出一半以上的人 老闆現在 現在政策也在抗爭 我的指揮 我跟他說 怎麼會在撥這種東西 但是 你不去衝 不去拚 台灣應該會往前進步 那政治進步 如果 算出來都要 在那 開工廁網上 做不到的事情 什麼人要做 我跟你說 我一天 你這種事情 我都有一些偽困 你幾乎打四十八分 你幾乎打四十八分 我幾乎 有這麼差 你幾乎 每天都很認真 每天記者帶來 去台看 去台看 結果 我暗時 有時候看你的新聞 你都 幾乎方問政議議題 你如果去 像我議會 我議會 最近你差 要通過你這個 高菜市場 這個 他未經的醫生點中 你也可以帶記者去那裡看 你也可以去看 我想怎麼樣 我考恩做這幾年來 我要做這個東西 做得好 要讓郎家地區的社區 環境做得好 要我們台北融散運銷 我們的肥市場 要怎樣 你也可以帶記者 我幫你報告 看他們幫你報告 對 這就是賣財的地方 這就是台灣賣財的地方 真正在做事情的人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都沒有應付 啊 啊 擱擠保持的人 欸 很多媒體有應付啊 啊 選起來總統 你說 我說 我說啦 國民黨裡面 有辦法做總統的 老實說 應該是處理人 比較有叫小 對不對 沒來沒錢 沒在命啊 沒在命啊 他就本來叫 這次他 主屬的鴨子 怎麼叫 鮑魚 這樣就對了 不然說 受黨政的歷戀 跟法官上的庭頭上 應該是他要上官才對 沒來沒錢 怎麼出一個韓國瑜 韓國瑜 欸 市長 他在看台北市長的經驗 齁 你第一次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你先問過 你再摸索 還不知道什麼 什麼 我國瑜錢 國局像你無所謂 你還不知道我國瑜錢 他現在做幾個月 他現在做幾個月 他在高雍市 有像你這樣嗎 有沒有規劃一個社會公仔出來啊 有找一個地點嗎 有誰以為 要辯理一生嗎 哪一生 哪一生 他在高雍市前 完全是一片空白 八年黨要做什麼 八年黨只要認罰 認罰高雍市 國行政區域 會發展的動態在什麼地方 就要很會頭髮的 真的啊 你應該成功了 你第一次做市長 你怎麼沒辦法表演做什麼 很奇怪 你第一次做市長 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錄 不怪你的 你會很痛 不會 你不會痛嗎 你說你的心情今天不夠好嗎 不會啦 我是沒事就會進入那個 那個休眠狀態 我是希望記者把你賭媽的時候 他如果要把你刺激一些這些政理的內心 你能夠進入暫時的休眠狀態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你要動作 你做殘 殘修 記者把你賭媽的時候 就羊羊過來就好 我不會說 你如果要給我問 我不得我賺錢 我拚到阿姊 你都不會給他賭 真的啊 你要看什麼 我向你來看 譬如說 在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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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聽到咩咩咩咩 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帶他去看 我看我們做過期幾年 母帶的 政策帶的 在肚子那時候的環境是怎樣 我現在有辦法做這個公仔出來 你都不要把我賭媽的政策喔 如果不可以對我來 不然就不要來 台北市民不才有狀悟 不才知道人在做什麼 就不是啦 我一天在內有資深就看到這種現象 他們這幾張八點鐘啦 待會兒就等你後面 後面給你賭媽 到前面的關閉經的新聞 沒要給你報到一條 人家知道你台北市政做什麼 不知道嘛 你五年的市政麻煩度是怎樣 我們局長啊 你們螢幕看看 他這裏面還有一些什麼 警政治安啦 什麼醫療啦 交通的打分數 打打打到你們老大的面老前 你們看 打四十八點幾分 喔 很減小啊 那個彭副市長 畢主長 你們對那麼久了 很減小啊 你們兩個是老神啊 要少少年 你又每天都賣小贏 做不好 又是要跟人家選總統 你這種性格 你又是要選總統 我沒有說要選耶 你是要選總統 對不對 市長啊 我這不是你幫你小賓 我也沒有說謊 我也沒有說謊 你對市政的這個打拼到分頭 但是你的人家就是 給你整個的聲量 在政治上面 低到一百分 但是你市政上面 台灣全島 你如果去中南部 加義 你如果去加義 這樣台南同 我說柯文哲在台北市 做什麼 十的人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柯文哲做什麼 但是每天電視都會害怕 這樣了嗎 每天電視都會害怕 怎麼會害怕 這樣怎麼會害怕 你不就要去說一兩點 喔柯文哲在那裡 做什麼 沒有 剛才台北市議員說 你現在要選總統去電動部 喔 柯文哲如果做老火 他可能會下一個命令 說我們這個 發這個重陽性 老性的都不行 我的財政不行 不然比台北市政府還好 不准法喔 那老火 如果整個給你傳 你就要買市黨 你叫這個沒有影響力 影響力很大 台北市議員做什麼 你要讓人知道 但是你讓人知道 都政治了 今天市政摩託就是這樣 你說9月17日前 要選總統 要選總統 市長 其實 總統 台灣的總統 也不一定這樣好做 有時候 如果八年 他大時代 像台北市跟健全好的時候 老下的名 那名 在台北市議員 心目中的時候 比你在 儀償償償還要 還要 還要好 這是我給你 肯定 當然是你的管理 你的管理 因為我認為最好 你還是會選 因為我政府 跟你局處長 在那邊 沒有說 你會選 只有一個人說 你不會選 我懶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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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你的目標 跟你的行動 跟你的媒體的角度 看得到 在台北市場裡 我懶得說 這非常重要 你懶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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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選擇嗎 所謂的選擇 可能有兩種 一種是選擇 要選我不選 一種是選擇 什麼時候宣佈 不過我請你講 我不是你的回蟲 但是跟你講 過了這個村 便沒那個店 你如果要選 這次 我看是你唯一的機會 這次你如果不選 想要等後來出來 我看那個時候的騙數 就增加太多太多了 你如果真的有這個 這個想法 這個希望 這個野心 這個企圖 不管是什麼 就是這次 你不要想說 我這次再喝一下 等四年後 五年後 才又出來了 好 不管怎麼樣 只能說你沒有選 但是你也沒有宣佈 不選 所以還是選項之一 對不對 市長 山中東還是選項 可能的選項之一 輕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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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是選項之一 既然柯市長是 還是有可能 最後決定會選 2020年的 台灣總統 那 我就不得不要問一些 發市長 比市政還要更嚴重 沒有辦法那麼輕鬆的問題 看市長 我開篇蔡總統的所謂 你批評他的國際戰略是 親美 抗中 你認為這是錯的 你認為應該要 親美 友中 你也說到總統最重要 但是要避戰 對嗎 可是我 柯市長你別說起來要避戰 說到避戰 我在想到 張柏倫去搞蘇財德 把捷克給賣了 把蘇財德給割掉的事情 他的理由也是為了避戰 然後簽下協定之後 他回到國會去 受到國會議員的全體起立鼓掌 為了整個歐洲帶來的 不想得多久的和平 還有多久 爆發大戰 那沒有多久 你就 你也三年吧 沒那麼久 沒那麼久 不過沒有多久 就是正式爆發大戰了 所以 只是為了避戰而避戰 結果是 戰也避不了 然後罵你呢 永遠跟著你一輩子 跟著你 不是一輩子而已 跟著你 你死後還是跟著你 好 清美有中 柯市長提出來 認為跟蔡總統 不一樣的戰略布局 請教一下 清美有中 是什麼意思 如何清美又如何有中 第一點 其實這個是 跟市政府有關 不用特別去回答 但是 其實我跟你講 蔡總統在實務上做的也沒有不對 只是 只是在口頭上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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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個 我想 唉 這個 這種東西都私底下講好了 沒有 請問外公蔡總統說怎麼 對 不對 請問你的七妹都是什麼 戰略嗎 這個跟他講過 其實就是 一邊考65分 一邊考55分 後來發現最多只能考到這樣 沒辦法 所以老實講 這只是取一個平衡 都不會 所以應該是 美國 acceptable 中國是 tortable 只能做到這樣 不過不是這樣 我發現我去日本 我倒是可以考到80分 反正我們跟日本關係比較 親美 有中 我們也不說 跟一天到晚 來來來 我們來修書 我們來修打 我想蔡總統也從來沒有這樣說 一天到晚就 中國說 來來來來 我們來我靠 單挑 修書一下 從來沒有任何人 主張這樣子 但是有中是什麼意思 要如何有中 有中就是要讓中國 對台灣 比較怎樣 不然要怎樣 你有中還是中國要有你 我們有 他就希望他有我 對不對 那你要如何讓他有我 有台 各位 你可以忍受就可以了 中國可以忍受就可以 中國可以忍受什麼 議員 這個題目是只能 只能私下講 不能公開講 所以 所以這個跟市政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還是還是 就是 我知道你是我們新竹中學的學弟 要聊天 可以另外找時間聊天 沒有啦 因為齁 青梅歐洲是你說出來的嘛 啊 青梅歐洲既然是我們市長說出來的 我想喔 作為市民 作為 特別是你可能 有可能 參選總統 作為台灣的一個公民 我想我們有這個 這些 權力 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也有這個義務 把你的想法 告訴大家嘛 到底要如何親美有中嗎 因為要讓中國高興 目前習近平1月2號的想法 就已經很清楚了嘛 你要讓中國高興 習近平講得很清楚嘛 就是要台方方案 開始進行台灣方案 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對不對 如果你不接受這個東西 再怎麼樣子 中國也不爽 也不開心嘛 對 對不對 所以 你說不要挑釁中國啦 你說台灣從來不是挑釁者 只有他 就是蔡總統台式 那我們就想想了解一下 到底 這樣子叫做挑釁 我也不想挑釁中國啊 但是我要知道說 講了什麼話 就算挑釁中國嘛 我想 蔡英文最近 對中國被他強硬的情況 主要是從1月2號 習近平的講話之後 他有回應嘛 那他回應了幾個嘛 他在 台灣不接受九二公事 不接受一國兩制 這算不算挑釁 其實齁 其實齁 開始推動 台灣方案 這時候台灣的領導人 台灣的國家當局 點點無話 在國際上是可以嗎 這在國際上的解釋是什麼 點點不要說話 不能解決問題啊 對方已經亮出牌來了 我就是要這樣子了 而且對著你台灣社會喊話 呼籲台灣社會各個階層 各個政黨 來跟我來一起搞這個 搞這一套 那你做台灣的國家當局 沒說話可以嗎 不可以吧 那你要講什麼話 講說 欸很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永久和平 好 我們開始來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如果不講這個要講什麼 不接受一國兩制 不接受九二公事 算不算挑釁 我相信應該不算 然後要求中國正視 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 要求中國尊重台灣人民 這個自由民主的這個堅持 要和平對等方式來處理雙方的問題 然後用政府對政府 或者是政府所授權的 團體來處理雙方的協議 這些發言 哪一樣是挑釁 如果講這些話是挑釁的話 那我們到底要跟中國講什麼 這個市長 這個市長 你馬上就要去上海嘛 你馬上又要去上海了 為了這個 雙神論壇的事 你去上海的時候 我會跟妳說妳很高科技 考試是妳的專長 所以妳有自信去到中國 在中國 接受考試 接受考試 可以考了 不要說好成績 其實就 也當客觀 對 妳跟她說 考試是妳的專長 考試沒有問題 去到中國 應付科技 妳要怎樣是打這個卷 我想這個可能 因為我不知道啦 但是中國有很可能 在那個場合裡面 譬如說他們的人 在地鼠的時候 就再強調一次 我們的習大大的 什麼什麼 談話 我們習大大的 1月2號的談話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 那就是自己考試 他不直接問妳 但是他在致詞的時候 他在妳之前致詞 他致詞的時候 很可能就提出來 我們的習總書記 1月2號發表的談話 對這個談話 我對這個科次長 生計期望 冷靜靜靜靜 希望那個科次長 能夠共同的 來打拼 來打拼 我們就說 我們尊重他的意見 公開的話 值得怎樣講 我是希望 妳到中國去之後 絕對要謹言盛行 然後 對於一些台灣內部的矛盾 也許對蔡英文有不同意見 也許對很多人有不同意見 但是不要這樣子慶幸拆菜 的攻擊 一慶幸拆菜 那說蔡英文是挑釁者 這對一些 也許如果對這個議題認識 比較清楚的人 我覺得妳不知道在說什麼 對這個議題認識不清楚 或者是對妳有一些 比較崇拜的人 就受到妳的誤導了 以為台灣就是不能講這種話 以為台灣就不能講說 我們要跟中國平等對待 就以為說 小英講這個 不接受一股兩次 不接受 九二共識就是錯的 我希望 柯市長 妳可能選總統 就算妳不選總統 妳也是台灣最重要的民選公職人物 台灣的所有的關係 中的所有的理會 以為什麼有的沒有的 沒有一個 像台北市長那樣子 那麼重要的角色 那樣子的受到外界的關注 所以請看一張 就算妳不選總統 在對兩岸的發言上 拜託 不要隨便 想到什麼 舌頭想到什麼 嘴巴就出來了 還沒有經過腦袋 謝謝 市長 妳這趟去日本 日本參訪 然後妳說那個 妳在那邊有 得到一個比較高規格的待遇嗎 對不對 妳覺得 這次日本政府算是很領域 很領域 因為我們昨天 也做了一個 處理 就是針對總統選舉的部分做了一個處理 那今天 美麗寶的電子報 就有一篇 這個 在5月26號跟28號兩天 所做的一個民調 結果民調出來的結果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記者有沒有問你這一題 沒有喔 還沒看 那答案是妳領先群雄 然後呢妳對上誰呢 都是第一名 妳對上韓國瑜也是第一名 妳對上郭台銘也是第一名 然後呢 我們的 蔡總統跟我們的賴前院長 你也都是第一名 那妳看到這樣的民調 妳聽到這樣的民調的結果 妳的感覺是怎麼樣 不會啦 那個遠見雜誌都是我們最爛的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他講他 我們看 我們做我們的事 那妳覺得 遠見講得比較貼切嗎 反正每天民調 同一天可以好幾個民調 答案都不一樣 所以喔 不要看才不會精神錯亂 所以妳看到這樣的民調 妳領先群雄 妳也不會覺得很開心 不會啦 這個 對我要做的事我非常清楚 這都不好 不要理他 那妳對於遠見講的這個 妳的民調 市政滿意度 才只有4成8的情況 那妳的感覺怎麼樣 那就是 那是這樣啦 那個滿意度是一回事 不過他如果有硬指標的話 我們都會很嚴肅的去處理 其實我們有那個 Decoding小組 一般來講是這樣啦 滿意度是一回事 另外一個叫硬指標 就是說如果有那種數字的 可是你KPI已經訂很久了 你當市長也不是只有第一年 對 所以是這樣 那妳的不滿意度 妳的不滿意度 妳的不滿意度 從去年的30% 然後到現在目前 4成不滿意度 那這種數據妳聽了 會不會有點緊張 不會 因為妳看那個2016 2017也是40幾% 4245 所以一樣嘛 差不多 所以妳忽然間 2018會變成30% 你知道為什麼嗎 蛤 為什麼妳2018 你說2016 17 你都大概只有十幾%嘛 對不對 那2018為什麼忽然變成30% 你知道嗎 2015那個是比較 那個是不正常的高 其實六七八到這裡 我覺得那個都是 都可解 在科學上都是可以解釋 都是堅持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 你辦了世大運 所以你2018的民調 又拉起來了 從民調的幅度來看 你每天在看大數據 你非常清楚 到目前為止 你的又掉下來了 好 滿意度又掉下來了 然後呢 你的不滿意度又提高了 好 所以呢 其實 市長我覺得 其他的民調 起起伏伏 你剛剛講的政治民調 起起伏伏 今天你看到這個民調 你也 你看到這個美麗電子報的民調 你也不覺得你開心嘛 對不對 那你很務實啊 那很好 但是呢 務實回過頭來 你的施政滿意度這麼低 那你要怎麼處理 沒有要跟妳講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所以不管外界什麼變化 我們還是照我們的進度做 好 我想時間有限 讓你的進度很好 所以你今天去日本那一趟 你說你還要去聽取東奧的經驗 那請問一下你聽取東奧經驗 你學到了什麼 第一點喔 這個日本在東京奧運 其實是這樣 我們跟把東京奧運 跟2017世大運做比較的話 我們世大運坦白講 我們當時是只有活動的準備 我們沒有整個都市計畫的改變 東奧這次日本政府花了十年 整個都市是有重新規劃 這跟我們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是這樣 有人說 2030 如果我們真的要辦亞運的話 你知道 其實應該把它當作是一個 都市重新規劃 那你知道 東奧總共要花多少錢做嗎 那不得了 那個 所以他後來預算本來要降下去 後來還是增加 對 你知道嗎 總共要花 預估七千七百萬 七千七百億 七千七百億 七千七百億台幣耶 這麼高 那你知道嗎 你所聽取的經驗呢 知道當地 其實日本東京 其實當地很多居民 是針對東奧的部分 其實還是有很多不同聲音 因為花費太高 花了非常非常多錢 很多事情 就像我們之前看到的 是不是花了以後只是一次性的 然後到底這樣子的延續性 對都市發展 都市規劃有沒有幫助 其實大家都一個很大的問號 可是因為東奧已經申請到 所以他就辦 那你現在要提你要申請亞運 那你有沒有提到 你有沒有想過 你接下來如果你要申請亞運 總共要花多少錢 你的財務規劃是多少 然後呢 你的 你的這個場館的興建 有沒有要在興建 新的場館 還是你要修繕多少的場館 你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這個還是要 因為要先做對照表 你知道 要比照這個亞運跟世大運 差哪些東西 來我們看一下 世大運的支出 前前後後 總總共是320億 台北市政府 總共我們核定了170億給你 辦了一場世大運 本來是198億 後來我們完成是152億 省了46億 不過選手我出沒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世大運花了320億 好那現在呢 我們看一下一頁 台北市需要什麼樣的亞運 台北市需要什麼樣的亞運 你知道人川亞運 2014年人川亞運 總共花了496億 這個是包含賽事 剛才還有場館的一個 這個興建跟這個 修繕的部分 然後呢 花了496億 選手村農到15000人 那我們再看2018年 才去年的亞加達亞運 他也花了992億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還有蓋了輕軌 那請問一下 那台北的亞運呢 你的規劃是什麼 第一點喔 這個是這樣喔 我剛才回答你的話 其實我看日本東京奧運 你知道 他是 那個錢 都市的重新設計 重新整修 算到東京奧運 其實他本來就是都市 利用這個經驗 因為你喊出你要申請亞運 你很積極的在溝通在協調 你也希望能去爭取到 2030年的亞運的一個申辦權 對不對 那好那我現在問你 場館的規劃呢 財務的規劃咧 你剛剛說你在日本東京 你學了一個 你有去聽取東奧的一個經驗 那你認知是怎樣 台北市的亞運 台北市的亞運 我們的場館會在哪裡 我們主場館會在哪裡 還有呢 我們選手村要蓋在哪裡 一定要有選手村 然後接下來其他還有哪些展館 我們必須要規劃設計的 甚至要修散的 這些規劃呢 企劃案在哪裡 我想跟一座報告 就是有關您剛剛所提到這個問題 確實是我們在規劃過程裡面 需要去準備 那我們現在這些問題 也都一一的在開始準備 因為 所以都還沒有嘛 不是我們現在還沒有開始開放申請 市長 因為要八年前開放申請 市長 那八年前開放申請 你現在在提說你要申請亞運幹什麼 你在喊得很高興嗎 你在喊給民眾聽的嗎 不是因為我們要先做好決策 我們開始準備 因為八年 我們還有三年的準備期 如果到時候八年前才有準備 你的財務規劃是多少 你的場館 你的主場館會在哪裡 你未來選手說要蓋在哪裡 你總共有幾個場館要一起來合作 然後你的交通配置呢 這些問題呢 我剛剛我從頭到尾市長 從你口中說你要申請亞運 當然有些人開心 有些人憂心 憂心什麼 因為我們花很多錢 好那今天開心是說 好棒 我們又有一個機會 可以在國際能見度展現出來 但是呢整個具體的規劃呢 你總是要有初步的計畫給市長吧 那我市長你有初步的計畫嗎 你有看到初步的規劃嗎 第一點喔 大概如果要正式申請應該是 四年後在杭州的時候才會確定 那是2022年 所以我們還有時間準備 所以你們今天這個議題也是假議題囉 沒有啦是這樣啦 國家要 還有一點喔 這個議題其實不是台北市單獨決定 還有跟體育署 當然啦 所以我就說你們不要把一個還沒有完成的 連個雛形都沒有了 甚至一個細部 不要說細部 初步的規劃內容都沒有了 不過你就對媒體在那邊講說 我要申請2030年的亞運 這是為什麼呢 市長還有你的口口聲聲 你很堅持公開透明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好 我今天跟你們體育局要 你知道嗎 我們在申辦這個亞運的時候 要有個OCA的這個評量表 你知道嗎 自體評量表 這個自體評量表我有去要 我去跟你們要了 自體評量表拿到了沒 因為拿到自體評量料 我才知道怎麼樣去規劃整個餐館 裡面的評分是怎麼評分 結果呢 你們裡面有一個 老師叫做陳衛生對不對 他居然跟我講這個自體評量表不能給議會 不好意思 為什麼不能給議會 這個OCA的評量表 是我們跟中華奧委要的 他 我們已經 他跟我們講的很清楚 他沒有授權我們再轉給其他人知道 所以如果您需要 他講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的文件 他講這個 我馬上問了中華奧委會 中華奧委會 市長我跟你講 你要督找一下 你台北市政府 真的把所謂的公開透明 全部放在一邊 根本沒有要 根本在規避市議會的監督 我後來直接打電話給奧委會 打電話問他說這個OCA的評量表 他說議員你要嗎 OK啊我馬上給你 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不能公開 什麼要經過奧委會同意 全部都胡扯嘛 市長 不曉得 我要出現這個問題 這是你的市政府嗎 為什麼你的滿意度越來越低 連一個公開自我評量表的部分 都不能完全提供給議會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態度 市長 不好意思 OCA這件事情 確實是中華奧委會 跟我們講的 不要在這邊 我自己也打電話 你跟他要他願意給你 那是你們的互動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已經拿到了 那恭喜 我已經拿掉了 市長這就是你們局長態度 你有看到嗎 沒有啦我跟你說 那是這樣 他如果說我們不可以給人家 他直接給人家 那就是他的事 不是他叫做不跟 他怎麼有跟你說 他說他沒有說過不可以給人家 而且這個上網查都有 沒有他說有就有 那說是誰 是誰在說謊 不曉得 所以你 所以馬市長 你身邊的部分 不是現在巴掌你要做官的 不然呢 就是把市政搞得一塌糊塗 你的市政滿意度 才會這麼低 我現在要突顯的這些問題 如果你用人 用對人 不會在四年當中 走了二十三個 留下人到底是不是 真的要幫你做事 你自己好好的去思考 這是我要告訴你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影片 在四年前在做 在申請施大運的時候 結果呢 市長你自己講了什麼話 四年前當時要辦施大運的時候 我們大家也很多的期待 已經申請到 你這個沒有 你發這四百億是在創下 所以變成放煙火 所以我發現 施大運如果我來看 戰略上最大的抽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運動會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他希望給台灣留下什麼 他說他希望經過這個 花了四百億 台灣會變成什麼樣的社會 這就要回答 我沒有說要辦 如果是我 我不會辦 好 如果是你 你不會辦 那你現在 口口聲講 申辦亞運幹嘛 然後你四年前講的這段話 猶然在耳 然後四年後呢 你還是沒有提升具體規劃 然後又對外一直在講 你要申辦亞運 結果呢 現在媒體一大堆的媒體 在質疑你說 你又是為了你的總統選舉 又要丟出一個議題出來 因為 世大運當時讓你創造了 你的人生的第二個高峰 除了第一次選上的以外 第二個高峰就是你的世大運 所以你又再提這個假議題 你要不要好好說清楚 第一點喔 世大運這件事情 也不一定是 其實在台灣辦 也不一定在台北辦 這還要 其實這是 國家要決定 因為這是一個 其實如果要比較 比較正常的做法 應該是把世大運 大型賽事 當作一個都市重建的機會 所以不是 坦白講 很多的問題出現 那你這樣跟韓國瑜不就一樣了嗎 不會啊 沒有我們還是拋出一個議題 你看我們世大運 其實是 爆出一個議題 市府也要一個完整的規劃 才能對外出來講 你看我們從頭到尾規劃也沒有 資料也不夠公開透明 那請問一下市長你未來要怎麼做 這還有三年的時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題目 市長我今天要突顯就是這個問題 你的市府團隊 所謂的公開透明 作假 第二個呢 市長你自己本身 民調這麼低 你應該好好去檢討 為何整個團隊搞成這個樣子 我告訴你 2015年遠見雜誌的評比 民調的狀況看得出來 2015年郝龍斌當市長的時候 他滿意度是七成四 他的不滿意度只有11% 到你現在變這樣 但是我不是說一定要跟他比較 我只是前後任市長比較讓你看 還有市府整個團隊 我認為說 市長不是你個人成就你個人 當一個政治一個 政治的網紅紅人以外 我要求我要求的是 整個市府團隊要一心 為市民來做服務 那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只是為了求官 2015市長是我 2015 市長是我 2015沒有 前面是你到後面才接的 好不好 我是201412月20號 但是你當他選上的時候 對啊 2015市長是我 不是好弄拚 好啦 重點就是 重點就是 整個市府團隊 麻煩你好好整隊一下 不然的話你這四年當中 你的滿意度會一直在降 不會啊 還算穩定 其實他們已經很辛苦 我已經管得很嚴 我覺得管太嚴 市長是很嚴 不過有時候就變口號 剛剛徐淑華議員講的 這個辦亞運最重要條件是什麼 柯市長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我們真的要辦亞運的話 第一個 這是國家戰略的 我覺得不一定是台北市辦 因為我們三個都市 台北 台中 高雄 是可以想想看的 因為這個應該用國家的層面來思考 如果我們要整個區域的發展 我跟你講 亞運的場館 絕對不是台北市可以處理 如果在台北辦 他就變成北北陶 北北陶 沒有錯 所以大巨蛋要不要完工 就很重要 大巨蛋的完工 或不完工就很重要 對不對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 中國的態度 也是辦亞運重要的條件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你是中國可以接受的人 所以你敢大膽的提出 你要辦亞運 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有進取的精神 要永遠在挑戰對手的這個極限 我希望你不是在這個條件底下 想說你要辦亞運 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 我們小國還是要有小國的骨氣 不要為了挖大餅 然後就去看人的餅 好不好 不要不要以為自己是中國可以接受的人 所以就提出很多大膽的假設跟前提 台灣的人民不一定會接受 好 接下來 我要跟你討論大巨蛋的問題 市長 你知道哪裡在去 有大巨蛋的都省進行審查 你知道嗎 全包第一頁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好沒關係我跟你講 5月2號的時候遠雄受見 那裡面有很多的內容沒有 所以5月9號都發局就發文給遠雄要求他補見 依照這個3月29號 3月28號521都省會的決議去補充很多的資料 下夜這裡面包含防災避難的電腦模擬 消防救災動線的說明 還有57部大科車聆聽規劃等等的 要求他們14日內要補 補見完成 可是一直到上個禮拜五 都發局裁員收到遠雄的文件 然後27號馬上就公告說30號要開都省 就是今天早上開都省 過去以往的經驗 我們收到遠雄的補見 起碼都會在網路上公告7天甚至到14天才會進行督審 市長你覺得今天的督審位置為什麼要這麼急 你自己回答 謝謝展議員 那個其實他22號就送過來 還是很急啊 過去都公告14天為什麼沒有 他並不是那個22號送過來 來沒關係局長謝謝你 我知道你們有你們的理由 但你們讓人民看起來就是市府很急 急著想讓遠雄通過 連這個過去公告14天的這個程序完全沒有下一頁 去上一次的3月28號督審會議 遠雄前一天交資料 柯市長就說難怪沒有過再下一頁 結果這一次三天就公告 你讓台北市民有什麼樣的感覺啊 我告訴你市長下一頁 你讓市民的感覺就是台北市政府內 有個集團要幫大巨蛋放水 有沒有 就放心啦 因為最後要審查的時候還是錄音錄影 還是有錄音錄影 公開的審查有錄音錄影 私底下的僑彈有沒有錄音錄影 這個市長 上一次專案報告的時候 我把你局處首長啊 這個李文中啦 這個袁秀惠啦 李在莉啦 這些人全部叫起來 問他們敢不敢撤謊 你的網軍幫我弄了一部片子 叫做我叫跳針結啊 你知道嗎 我問他們敢不敢撤謊這件事情 他說我跳針啦 我要告訴你為什麼 來下一頁 林中平指控李文中 在去年11月6號 11月29號還有12月11號 惡意強行干擾 遠雄大巨蛋的獨省 而且涉及護航跟放水 雖然你的陣風處已經調查過 他說沒有涉及不妨 行事不妨 我們明確定 李文中在府內召開的這個大巨蛋會議 有你的授權嗎 他當時在市長是顧問嘛 所以有些會議他會去參加 這是 我問你啊 你有沒有涉及他去搶彈 過去在這個時間點 就我所知道 就你在議會的報告 可以去搶彈的是副市長 一個是鄧家基 一個是已經離開的陳景峻 為什麼李文中 可以11月6號 11月29號 12月11號 召開大巨蛋的會議 你有授權嗎 我再問一次 你有授權他去喬彈嗎 第一點喔 召開會議是什麼樣的會議 好 對什麼樣的會議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我幫你問過兩次 還讓人跟我說我是跳針結 問到這麼激動 你都沒有回去跟李文中問一下 說你11月1號 11月2號 32月1號 你開這個大巨蛋會議 到底在講什麼 你完全沒有 你真的很不尊重議員耶 市府的會議 這也不是one to one 那每次 我知道大部分的時候 不是 市長抱歉我打斷你 林修銘已經指控他 這三次的會議是惡意干擾都市 我也跟你在這邊提過兩次 結果你回去完全沒有問李文中 我跟你講一個會議 如果有十幾個人 你知道 那一個人講話 跟其他十幾個人 那這也不是一個 那如果你一個人意見 跟其他十幾個人意見不一樣 那這個 這不一定是誰對誰錯 阿不是 你有沒有授權他去開這個會議 我問你是這個 第一點我不曉得那個什麼樣的會議 但是 但是OK 大部分的會議也不是 所以李文中 起碼我跟你說了 林中銘爆料了 你都覺得OK 不是啦我跟你說 所以你都不用問他 你開這什麼會 你都覺得李文中去召開這三次會議 被林中銘指控 被簡書培在議會 多次質詢 甚至要求問他要不要策謊 都沒有關係 不是啦我跟你說 因為這種 我知道這樣 我們市府 你知道也不會 因為我們都是 用那種會議的制度 你知道 不是 如果蔡壁如故問 都不可以去喬蛋 李文中顧問為什麼可以去喬蛋啊 對啊 人家哪有什麼叫喬蛋 對啊 那怎麼辦 第一個他是市長室的顧問 所以你完全沒有辦法 你聘了一個顧問 他要去給你喬蛋 你完全沒有辦法 第一個 什麼叫做喬蛋 對 什麼是喬蛋 我跟你說 等一下 我告訴你 我要 我要 我要感謝 幫我把質詢 變成跳針姐的這個網友 因為有他幫我宣傳之後 下一頁 我收到11月29號的一個錄音帶 這個錄音帶 裡面 就是李文中 跟我們的局處首長 一起開會的 會議資料 我們來聽看 大家說什麼 來 放一下 可以幫忙 來時間暫停 你要不要把檔案存在電腦裡面啊 時間暫停一下 我感覺很精采 很精采 所以我覺得一定 總共七段 總共七段 你們那一天 就我所知道 會議好像開了90分鐘 但這個民眾給我了七段 他讓 我不曉得市長知不知道 你沒有問李文中 你也沒有問語會的所有的人 我跟你講 你要讓我講話 我跟你講如果要放的話 你就90分鐘直接放 你不要剪一段一段 沒關係 因為我沒有辦法90分鐘給你 沒關係 你如果需要 我給你 因為 很簡單 我質詢過 林中銘 也指控過 你連李文中 你連李文中把他叫來問問看 都沒有 我就告訴你 李文中的真面目是什麼 我到時候 我告訴你 講很簡單 這個提供給我的人 他就只有給我七段的音檔 這個 這個 我問過林中銘 我把這錄音帶拿給他看 我也問過他 跟11月29號的開會 現場是不是不知 他說是 所以 我今天 雖然沒有完整的錄音檔 但我今天要讓你聽聽看 台北市政府的官場線刑記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如果有90分鐘的錄音 錄音帶 你要拿剪氣段出來 我覺得這個 這是不公平 還有一點 在我們市政府裡面 你有沒有看過 我們早上開晨會 好 來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你不能這樣弄 是啊 我今天不是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是 如果是這樣 我一定要把他這樣講 好啦 那我跟他這樣講 來 你做做做 你做做做 我這個都不能這樣講 我們今天在座 一定要解決一些事情 也不滿 講白一點 規矩我講白一點 18號 12月18號總辭 對不對 20號要上任 所以我覺得 前面有釐清大家的強反觀念 到底誰違法 誰不違法 我們大概就是要合法這樣做事 現在是 委員會 不是針對周明 委員會 他講的 跟我講的一樣 你這個是人家未知數的 你委員有 何大 你欠大的感知 你擺一個烏龜來降臨 人家都不知道自己 要拉不平 第一個 這是共同決議嗎 必須要講的 不對 然後一個人決議 就可以做成嗎 我要 我要瞭解 對不起 因為你們中午我才來辦你 我不知道 我今天也跟一個委員會 在一起 我要瞭解 中央委員會是怎麼開的 我很認真 我去學 他們說沒有道理 你憑什麼把 一個 你講的很對 這個條文跟第二條 我對委員會的決議 我也有意見 第一個 我同意你講的 委員會怎麼會過這種決議 所以你不要生氣 我以前跟周明說過 結果大家一起來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今天來 我們今天來就起個局長 因為這個 其實今天來的都是 要確定大需要可以往前走 我講白一點 我們希望要趕快弄命 那我 我常講我在過去六位我常講 您不要把我當師 底分中是什麼部份分量 部份那種 沒有用 你就把我當老百姓 我常講這句話 你這樣講怎麼可以 度悠悠大眾的好 這需要專家嗎 我不認識 對不起 我就只說了 所以你先不要那麼 第二點 這裡也有關 跟你講嗎 跟邏輯完全一樣 你一次三輛 最後下輛 兩百四十輛的車 你說進來這邊 所以要整區要評估 跟你回答 那如果能經過 那個國際委員會 我再去評估 我也極其以為不可 我說各位提答 你這個為了這個下來 你從這邊下車 這個車子從這邊下 所以要整體評估 為什麼第一次都省呢 遠雄不願意 因為全部要評估的時候 我們要時間 起碼半年 等完了 半年到一年 因為他要去算 本來過去的防災 是從這裡面防災嘛 就 都委員會 一弄 從這邊上下車 就算你全部一下 兩千人下來 因為你全需要評估 這我認為 一常識來講我也請問 這我跟中文報告過 所以 那 中文革開眾民意 第一句話就是說 都省的確認不能更改 我也問過了 為什麼不能更改 我也問過了 你們可以查紀錄嗎 可是 我們不要實在那麼嚴肅 其實這個 不合常識的東西嘛 我不曉得 你們都比我有經驗 市長 市長 都省會議 都省委員 天大的黨 居然敢擋遠雄 是嗎 我可以講喔 我是不是可以先請 當天與會的所有的官員一起上來 我先講一句 李文中 張哲陽 袁秀慧 吳俊宏 劉明龍 李在立 跟大巨蛋籌備處的陳世浩 我要先講話 韓國會還在懷疑說他被確定 我台北市政府才是真正被確定的 而且是這樣確定的 市長 所以你的公開透明在哪裡 我告訴你 韓國會還在說他被確定 是不是還不曉得 我台北市政府今天很明白的被確定 市政府 這樣子的會議 有人不服 開這樣的會議 公開喬蛋 不是 我先要求你回答 公開喬蛋 你這個誰給你的 民眾寄給我的 什麼民眾寄給你的 就是民眾寄給我的 台北市政府這樣被確定的嗎 你這個錄音帶 有可能是你後面的那一些人 我跟你講齁 錄音給我的 哇 錄音給你 你不用生氣 我告訴你 沒有 剛才談那個沒有的事 是講台北機場 因為台北機場完全沒有計畫 後來都審也說不蠟怒了 不用急 不用急 齁 李文中公開要改都審會會議紀錄 而且認為都審委員了不起的不得了 我在證明封處已經回答了 已經報告過 而且張秘書長說 都審委員怎麼可以這麼鬧 真的很囂張 來下一段 再下一段 來第二段 這是李中銘講話 承辦 那個承辦的同仁 一個字 一個字 念足會議紀錄 然後 而且還打在螢幕上 你回家以後收到的會議紀錄 跟你在當天打在螢幕上 是一樣的 讀者會議 結論是不能亂寫的 好 那 那我們來做一個假設 這就是與會人員的錄音 11月1號進來 遠雄其實是清楚了解9月20號的會議紀錄 可是他9月20號沒有提出疑義 11月1號進來也沒有提出疑義 而且他在11月1號的前三個半小時的簡報 都是以L型基地來分析的 好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說 遠雄有他的權益 他如果對於9月20號的會議紀錄有意見 那我認為他要正式發文 都審的會議紀錄如果要修正 這不叫更改 這叫修正的話 是要有他的程序 我過去沒有修正過 我能夠想到的是遠雄要發函 我要講的是這個意思 好 因為這個9月20號連續是開了四個小時 會議紀錄也是一路念下來給大家聽的 好 這是林周明要再一次重申都審會的會議紀錄 不能自動修改 如果要 遠雄要來函 不過市長你剛剛非同的生氣指控說有人窃聽 我不曉得你聽到這個影帶的時候 你居然第一個心裡的感覺是說生氣人窃聽 而不是你後面的那些團隊居然公開的喬蛋 我覺得這是讓我覺得所有的市民應該會非常傷心 因為大巨蛋的公安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 你說你不刁難也不放水 可是你的團隊就在準備放水 可是你不生氣 你生氣的是把這些錄音帶錄起來給你聽的人 來這下一段 我還是再複習一次 9月20號506次的都審會會議紀錄 就是說 大巨蛋的防災避難人數就是以環評核定的人數 59833加S 下一個 11月1號要求了 如果 防災避難人數要改變 就必須得依環評法等環評審查通過之後才能合理 這我幫你複習一下前提前情提要 來這下一頁 我再給你聽這一段 秀慧也在 你也在 我已經提出來了 他們不願提 這就是我擔心的地方 各位大法 我對他們提出來 請他們拒問 還有某一個人去跟人窮喬 喬什麼 這就是我 今天在這 我們就談實際的一些 還明知道 當場還有反應 我已經跟他談了 我跟他談了 他們不認為你 這就是我擔心的地方 因為對他談不是重點 我私下跟周明講 我現在很擔心是對方的出牌 可以影響到你籌備出的合約 講白一點 對 我的感覺是這樣 我擔心是這樣 我親自跟他 秀慧也在 我親自跟他提 請你發文過來 而且 周明 我既然都在 他有抗議 他當場是有抗議的 這個話 既然錄音帶你再找出來 那個錄音錄音都在 他有抗議 說你們這個是無限上抗議 我都不知道未來 他沒有提 現場有 我跟您保證有 現場有 現場有 現在就是剛剛民事長問得很對 誰做的這個決議 還是共同決議 你問了對的問題 當場他是有抗議的 可是事後 我們要求他在補的時候 他不做這個動作 您交代我的時候 跟我講這個方法 我當然有跟他提 你講過 我再回溯一下 9月20號 9月20號 都市設計審議是這個樣子 99.9%就是檢討你自己的基地 那遠雄想要把文創園區跟松菸拉進來 他說 因為這是一宗基地 容積一起算 所以委員們才會說 如果你要不是L型 是L型加右上角的 那你的環境 環境就加台北機場 好 台北機場 你知我知 還沒開始營運 只是聽文化部說 他要變台灣唯一一個鐵道博物館 所以 委員們當天 大家都知道 目前沒有台北機場的計畫 但是邏輯還是一樣 如果有 你的環境要討論 意思就是這樣 下一頁 下一頁 李文中密會元雄 不只在台北市政府幫他開會 找所有的局處長一起來討論 還帶著元秀會局長 跟誰去討論合約 這也是我很想要知道的 這也是我很想要知道的 元秀會局長也沒有否認啊 是不是屬實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是檢察官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的鎮峰處 也靠不住 我可以拿到的東西 你拿不到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是不知道啦 市長覺得說 李文中帶著元秀會去談籌配處的合約 遠雄跟他講說都省會的決議我不能接受 我們要求他發文來 居然他不發 然後我們的李文中主任 就幫他召開了一個這樣的會議 元秀會你要說你沒有去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 我就是聽 我就是聽檔案做事 因為這是李文中李主任講的 好不好 所以你具有要求李文中要 如果會議要更正就請遠雄發文 沒有嘛 那李文中就 李文中就有說了嘛 李文中在裡面就講了嘛 李文中就說 李文中就說 遠雄不願意嘛 遠雄就是不願意嘛 所以我們今天招待這個會議 想辦法嘛 周明要遠雄行文 所以呢 我絕大部分 我沒那麼偉大 我去年剛加入而已 你在這邊不偉大 我要說明的是 你面對議員的質詢不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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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在11月29 我覺得大部分是因著籌備書要求我協調 就是因為我是市長是顧問 所以你是市長授權去喬 不然我市長幾乎沒有 我上次在5月7號答悟李博弈先生的時候 我就說了 市長幾乎沒有跟我談這些事 好 時間你先不用講 這是你自己講的 因為這是錄音檔裡面你講的 你可以跟錄音檔抗議抗議抗議 我沒有講過這個話 你為什麼給我錄起來 好不好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 來再下一段 我一發掌 所以結論就是 他現在就是 可以做結論了嗎 蛤 就是要對方發文是不是 還是一樣 因為 請遠雄發文 都神不會主動 主動更正 修正 那你等一下 請遠雄 對9月20號 10月1號 都神結論有決議 因為我們這個也不做紀錄 好不好 陳士浩說不做紀錄 好 好 好 我們會再跟你說 是啦 是啦 好 對 陳士浩說不做紀錄 今天這個會議不做紀錄 市長 公開透明耶 譚遠雄的所有的會議 不是都應該紀錄的嗎 為什麼沒有紀錄 而且 陳士浩還說 我們去跟遠雄談 也都沒有紀錄 也都不做紀錄 喔 我這真的是給人家 不是這樣 抱歉 刀插吃人肉的財團 我們跟他談 幫他談 都不做紀錄 夏野 這樣對我們是不公平的 夏野 沒有不公平 我告訴你 我不信任 我告訴你 我接下來會問市長 這個引帶怎麼用 怎麼調查 你們現在都在上面講沒有 以後我不在現場 好不好 來下一頁 下一頁 第五段喔 第五段喔 上一頁 好 對 那最高那個值是根據環評人數 是 引進人口數 是 現在沒有說 現在就是引進人口數 59833是引進人口數 是 不是農流人數 那我意思說 我環評的部分 他不會改名五九八 對 你看這裡寫 他說 本案 就是以這環評 引進人口數為最高 下上限 1249瓦 他寫了白白時間 沒有錯 他引進人口數 他沒有爭議 59833 那我 那我 這一邊 我在幫他的是 是說 第一個 我也沒有說 要他提 現在就提 人流管理計劃 我只是 預先 試一下開會 預先告訴他說 可能會有委員叫你提 所以你要有 有一個準備在這裡 那第二個 是在於說 這一個 人流管理計劃 也是要到他的 營運的階段去 才會發生的 所以我 我才會說 在環評上 他盡量 能夠單純 因為 不是我們在這邊 當委員審 這個是環評法 很詭異的地方 對 所以我才會說 跟他們講 就是說 這個遠雄你不要 就是說你就是 越單純 你送個簡單的東西 進一進來 他就這個委員幫你整個 兩次就過了 希望是怎樣 好 再下一段 現在就完了 現在各位 各位 我自己做 秘書長講的沒有錯 環民人數 如果等同融流人數 假王也同意 以王也同意 大家環已幹萬 五九八三三 這五九八三三 對啊 現在重點是 他不認同 假不認同 野雄 野雄不認同 野雄不認同 我們是認同 他不認同 對 就是會議紀如毛下 但是等於 你咋意思嗎 不是你聽我講 所以他的來文 要含那個否認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講 我們是認同 環民等於融流人數 我們希望要這樣 我們的都審決議 都審決議 我先不要講眼球 環民等於融流人數 等於 對 是都審決議 對 你都審希望這樣 也有寫 可以決議 決議不下 然後我跟你講 從 我從劉警長的 剛剛的 說你 你如果這個變太多 他那邊的主意是好 也是會死人的 對 好 那些人當 所以說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來講 兩個是最好的 好像這個人一下 五九八三三 但是回到他講 以後你要再加那些加 對 你的方式這樣 就是現在目前 然後聽起來是對外界最沒有爭議 對 因為三個警長 找一個隨便來問對不對 對 五九八三三 你七九二二什麼 七九二三 他怎麼沒有九多對不對 那我到底是多少 我不是買產券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這樣 但是 如果說 遠雄 主張環民人數這個東西 五九八三三 OK 好 環保取消 我們要試了 他要避難人數七萬五 好 他如果七萬五 某你做過的話 請會督發請 你要不要演過 那我現在回應你的問題 好 他九月二十號 我再講一次 他律師全程在場 全程錄音錄影 那天就講環評要等於融流六十天的 他沒有文字反對那天的會議紀錄 好 那 市長跟你報告一下 這一段討論的 就是要把模擬人數 跟環評脫鉤 模擬人數七萬 跟環評脫鉤 好 因為如果沒有 要做環差 兩年 必須有說的 會死人 不知道要死什麼人 我不知道 下一段 過了 過了以後你假設的好 我這個ABC 五九八三家 他萬人的七萬 假設好 對 你過了 那你要注意 環評脫鉤那一關 對不對 好 你講到重點了 不要重重環差 那 以這樣來講的話 那個就不是五九八三三 那個叫做 五九八三又加了 什麼一萬三 那要走環差 環差 什麼能當 沒有 沒有 我還是主張 都市長會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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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電腦模擬 你是基於都市房間安全 你安全係數大多高都可以 對不對 但是呢 我的五九八三三 是遠雄當年承諾的 要維繫的環境品品質 這樣的一個 一個建築物 他的 他的 這個是中間最紅 所以在這個 中間 我就不要 所以我歷史就說 我就 再一次提醒 拜託遠雄 因為 這個案子 因為我告訴你 台灣 包括這個 不管會國民黨政府 民黨政府 在環評上 死了多少案子 像生號電線上 跟那個官長 不是都死了嗎 那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就是說 環評的事情 對不起 不可造勢 一定要聽 一定要聽聽我 就是說 他不要去動這個 他只要講說 好我這裡動線變了 我這裡交通有一點弄 弄弄弄好 那來了 讓委員 是最低度的誰 因為委員 因為你不要忘了 今天這些人 會陳述意見 他們 也可以說 進來影響這些委員 對 一定要主張 這遠雄當年 已經怎麼準備動了 一定要重辦環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連 那一個 對不起 主持的 那個委員 都要 特別挑過 人家 要特別挑過 所以柯必要搶我吃你了 懂了吧 9月20號 那不是不等於 所以柯必要搶我吃你了 所以柯必要搶我吃你了 但是他又希望不送 他要寫來的論文 又要在家裡提出 說這個要不等於 對 要不等於 其實如果答案是在哪製作品 我的建議是 他如果是要給全民主委員 他安全 他這樣已經考慮了 他第一 那9號 我的環民能是什麼 9、8、3、3 第二 我的榮友人數是多少 你也不能給他 他如果9萬 模擬過的話 你會給他9萬 我的看法是 防災避難 模擬人數 不就解釋他嗎 對啦 防災避難 模擬人數 第一個 要去跟委員說 我跟你說 你說等頭 我不等頭 這第一點吧 第二點 我證明給你看 我模擬出來 是10萬人 模擬過了 那你們就去討論 就這樣而已 你也不能跟他講7萬 因為我幫你跟他講7萬 有個問題說 你為什麼跟環民人數不一樣 沒有 這個 剛才說這個 用防災避難 模擬人數啦 因為模擬人數 只要大於這個就OK嗎 也是 對啊 他一定要大於這個才好 要用防災模擬人數 來通過 只要他模擬 就可以跟環民脫鉤 來下一頁 我們海北市政 可以做報告一下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我沒有請你講話 謝謝 這七段錄音帶我聽完之後 我跟市長你剛剛的態度一樣 都在抓頭 這跟我想像的白色力量 柯文哲柯市長的團隊 差別那樣的大 因為我們 你站在後面這一些 都是你的局處首長 是你的高中同學 是你的顧問 全部都在幫遠雄想辦法 你說什麼是喬蛋 什麼叫喬蛋 剛剛這七段 喬得夠徹底吧 為了幫遠雄逃避兩年的環差 環保局長 劉冰龍居然敢 說環評引進人數跟都審 防災避難人數要分開審 都審歸都審 環評歸環評 還要幫遠雄特別挑環評委員 還要請你去請他吃牛排啊 你有沒有要請 時間暫停 秘書長我沒有請你講話 不是不是 我沒有請你講話 時間暫停 因為這個會議上 就失控到我 主席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不公平 主席 我請秘書長 不要在我沒有請他講話的時候發言 好那議員繼續 這是我的質詢時間 我收到了這個引帶 我不是沒有查證 我查證了你們檯面上 你們現在台上的 跟你們一起開會的人 那個人叫做林忠明 他也是這個會議裡面 一直不停主張 必須要尊重都審委員的會議決議的人 要遠雄提書面 來做審查的人 什麼叫喬蛋 這就是喬蛋 市長你不請劉明龍講的 無敗嗎 我跟你講第一點 第一點 如果他是一個 九十分鐘或幾分鐘的錄音帶 請不要剪七段出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齁 你如果要問的話 要這樣當事人回答 我聽來聽去 這只是表示我們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傳統 大家都可以明哲在那裡吵架 所以你同意 環評歸環評 都審歸都審 公開喬蛋 公開透明的公開喬蛋 然後唯一反對喬蛋的那個人 離開你現在的台北市政府 幫忙喬的人 現在都站在你的身後 錯 我能不能講話 你要讓我講還是你要講 第一點 我聽來聽去 哪個地方在喬蛋 我現在聽不出來 這個可以 既然你都有錄音帶 有竹字稿 那就給社會大眾去看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VOT 大巨蛋 它的確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歷史工業 我們就在想辦法解決 到底那個 那個防災系統要怎麼弄 有本事 我就把它拆掉 拆不掉 那我們就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看我們要怎麼解決掉 這些官員不是大家研究說 這到底是沒有改革 就是這樣 哪個在炒什麼蛋 抱歉 你講的是不對的 我必須要講 大巨蛋的都審 不是你後面這些人 可以去喬出來跟討論出來的 他是有都審委員去做審查的 就是市長你這個態度 你後面的這些人 才敢開這個會 不是啦 我跟你講 所以你不要再告訴我說 你對遠雄是不刁難不放水 你現在就是要趕快過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有讓他過嗎 也沒有 但是這樣 我告訴你 那是還沒有審完 我告訴你 你在回到剛剛 九月二十號那張會議 裡面去看 他原本可以討論的人數 只是五九八三三加S 除了這個 遠雄都不能再討論七萬加S 但是在後面的幾次會議 林州民離開的幾次會議 有沒有討論七萬加S 遠雄有沒有來涵更改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喔 我本來想說 哇 你是錄到什麼機密啊什麼東西 結果也沒有 是 原來 原來 都審歸都審 環評歸環評 咒罵都審委員好偉大 都審決議我要改 這都不了不起 不是 這本來 本來原來就是 張秘書長 我沒有請你罷 不是 不是 講到說 時間暫停 那個議長 議長 你不可以 尊重我的發言 不是啦 我跟你說齁 你要指控人家 又不給人家發言 不給人家辯駁 沒有 我沒有辦法去了解 我跟你說 我只是 把我拿到的錄音帶 因為 我查證過 跟林州民 我現在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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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讓你 好時間暫停 沒有被尊重啊 時間暫停 我可以給你尊重 你可以去跟檢調講 絕對尊重 好不好 來 下一頁 正風處 居然在 我說正風處的報告 送去你那邊 等了 放了三天 結果 正風處 在 5月24號 發了一個稿 說 他依正常的行政程序 成何市長 屬正常程序 沒有放兩天這個事情 下一頁 這個是正風處同仁 跟我的 LINE的對話 5月10號 5月10號 是正風處 答應給我們 這個小組 正風的 調查報告的時間 這個同仁 非常的認真 因為那一天 大約在五點的時候 這一份報告 還在鄧副辦公室 因為我一直追 他去鄧副那邊找 我打了一通電話 給鄧副的秘書 鄧副在五點多 就送出來 這個同仁就趕快 從副市長室把報告 送到市長室去 在那個地方 等到七點 等到你辦公室關門 他還拍了一張照片 給我說議員 我真的在這邊等到關門 市長的公文還是沒出來 到了 隔一個禮拜 禮拜一 到了下午 資料 還沒送來 隔一天禮拜二才說 來 你講這個不對 5月10號 9次禮拜五 禮拜六禮拜天 市長不在 4次禮拜五下午 市長還是休假 說那個鄭鋒市的同仁 是有問題的 好 鄭鋒市的同仁 有問題 好先生喔 我好生氣喔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同仁 同仁自己拿報告 這次市長室耶 秘書長你怎麼可以這樣發言 不是 他本來就是因為我查過 上次 我查過 市長 他送到市長市 市長當天下午是請假的 市長 市長是六日不在台北市 市長 市長 市長在禮拜一中午就已經批掉了 你的市 你的市府 怎麼會挺你 我跟你講喔 我們禮拜六禮拜天我沒有上班 對不對 所以你說我在押公文 你說禮拜六禮拜六沒有來上班 所以 我到禮拜二才拿到 那同仁有沒有講謊話 不是啊 市長是禮拜一下午4點多批的 同仁有沒有講謊話 東西是不是躺在你辦公室躺兩天 不要跟我講他是電子公文 沒有躺兩天 他上去的時候根本沒有說文 我告訴你 你居然 我不曉得啦 秘書長那個官威非常非常的大 你現在要回去城府鎮鋒處的同仁嗎 不用 但是那個官威程序很清楚 他五點多送去的時候 市長是早上八點多說文的 這個秘書長真的不知道所謂何來 我跟你講他是很老實的 連他都惹毛了 我告訴你我沒有惹毛啊 這個是同仁的line啊 不是啦 這是同仁的line啊 同仁是不對的 我告訴你 我可以把紀錄公開 我可以把紀錄公開 那個公文的程序的紀錄可以公開 時間暫停 好徐議員繼續 我跟你說 我要講了一件事情 沒有啦禮拜五下午送公文 六日我不在 你說我們押公文是押什麼公文 我都不知道 沒有押公文 我說他躺在你辦公室躺兩天啊 所以你是要 對啊 是不是有這個事實 那你為什麼說謊 你是期待我禮拜六禮拜天來批公文 你不是常常這樣嗡嗡嗡嗎 是沒錯 對啊 你是期待我每天上班 到台灣各地去嗡 我跟你說 你這樣 你這樣太怎麼講 就是 這種隱匯性的回報 你知道 你說什麼 我認為 我認為 這個事情其實是小事 但你們連這個都要粉飾太平 甚至只是基層同仁說謊 還發新聞感 我不知道你們要粉飾什麼太平 我不懂 那我要跟你講 那我要跟你講 這不是粉飾太平 這真的是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個新聞稿說是誰發的 新聞稿是市長數 市長是指示正風出發的 為什麼要發這個稿 如果你就真的躺了兩天 為什麼要發這個稿 然後我告訴你 我那一天看到這個 我那一天看到新聞稿的時候 我還沒有請你發言 不好意思 這我的時間 我沒有請你發言 不要你們一講話 就要我停止讓你們講話 好嗎 可以嗎 我可以卑微地請求 你們嗎 我看到這個新聞稿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其實是幫 晚上七點多還LINE給我的同仁打 幫我補評 他明明其實有在做 不管為什麼合不出來 其實我很肯定他 但是 所以 你 什麼 我跟你講 禮拜五送公文進來 禮拜一簽有什麼地方不對 所以 沒有啊 那你為什麼要說謊 我哪個地方說謊 沒關係 我只是覺得 市長 市長 正風處 不是你粉飾太平的空區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這個新聞稿 完全是正風處 以市長簽收的時間 跟批出來的時間所發的 市長完全 市長是也沒有指示 是我們依據事實來做這個程序 所以你看嘛 你怪人家要錄音 你怪人家要錄音 我真的恨不得 那時候同仁來跟我講說 拍謝拍謝議員 我真的不知道 就把他錄音 你怪人家要錄音 跟你坑文哲的團隊講話 全部都要錄音 來 我只有要求 這個錄音帶公開了 我也查證過 跟林中銘問過 林中銘說他 認為這些錄音帶 跟他11月29號 在市府召開的是一模一樣 你認不認為是喬蛋 我不曉得 但我認為他是喬蛋 那我們到底台北市政府 除了你後面這一些 駐遠雄代表之外 還有多少人 市長你要不要自己 好好的去查一查 我認為應該要 不然他絕對會成為 半倒你在總統路上面的 一個大石頭 另外 我不期待針鋒處 能夠再有什麼樣的報告 報告我 也不會期待你們 再去做調查 這個東西 為什麼李文中 張哲陽 袁秀會 要去跟遠雄談 到底談了什麼 不曉得 到底有沒有 涉及不妨 到底有沒有 跟遠雄有什麼樣的交易 市長你覺得 你要自己送檢調 還是由我來送檢調取發 我跟妳講 我是不曉得妳想要影射什麼東西 妳講老半天 我沒有想要影射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的作為 如果你不知道 我現在在這邊告訴你 但是 但是 如果妳知道 也許 妳沒有拿好處 妳就是想要趕快讓他完工 放他水 那妳不要 在那邊講說 我就是公開透明 我就是嚴格審查 我們要的就是一顆安全的蛋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不是這樣嗎 沒有 那妳們還是繼續的在努力啊 我不曉得妳在市府裡面 有多少人在這條蛋啊 我今天的質詢就是要告訴妳 有這些人存在 這些人是不是有拿好處 蒙騙妳 我希望妳好好的調查 不要回去之後 一樣 那11月29號開什麼會 我不知道啊 那裡面都開的啊 我不知道啊 可以嗎 我跟妳講 我剛才聽了老半天 我都聽不出有什麼問題 沒關係 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沒關係 很認真的在討論說 那個到底分數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妳的環保局長 要幫遠雄特別的找評審 這個我必須要說 因為沒有人要當主席啊 局長 所以我們 第二個審查時候 我們是要回避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把這個事情 說得比較清楚一點 第二個是 剛剛講的 防災病例難模擬人數 是林卓銘在 2018年9月7號寫給議會的 局長 因為他們現在的辯護 我都沒有辦法知道 他們是不是跟遠雄有交易 市長你不好奇 他們有沒有跟遠雄有交易 但我很好奇 所以我會把這一個 錄影檔 全部送檢掉 請 好不好 請 你最好都不要好奇 你都繼續奉任 你的遠雄代表 在你的台北市僑蛋 我們就看這個大巨蛋 我們會所有台北市民 眼睛睜大 看你怎麼樣處理這個蛋 好不好 我接下去講 黃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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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發局啊 黃局長 我問你一下 現在遠雄這一塊 他的 我記得都神會已經通過了 他的人數是多少 黃局長 還沒有 現在就這樣子 其實我們是用 我來以後經過兩次的討論 就是以5983加X來做電腦模擬 對 是這樣子 這個為基礎 是 5983加X 就是戶外的 所以遠雄要的7萬多跟14萬多 你們現在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那個沒有 那個是沒有 那個沒有 沒有 沒有嘛對不對 好 柯市長 我幫檢疫員 再把意識精煉一點 因為這個事情 從頭到尾討論的就是 就是說 遠雄 他到底這個園區裡面 可以容留多少人 環評那個時候是59833 後來不知道怎麼變7萬多 變14萬多 然後遠雄因為對這個59833 這個數字 覺得不滿意 所以他不斷的透過 都審委員之外的關係 他想要去改變這個結論 就我現在知道的都審會 都審委員是還是維持59833 所以 李文中董事長 你所做的努力 其實是未稅 其實是未稅 因為正封處也跟我 老實講這個我很清楚 圖利罪已經 已經修正過了 他不罰未稅犯 不罰未稅犯 所以 減書培委員所講 他要送減掉 我看到最後 也是不會起訴 但是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59833 跟7萬5 跟14萬多的容留人數 遠雄的 價格是差很多 他可以獲利的空間 是差非常多 他如果要轉賣 59833跟7萬5 跟14萬多 轉賣的售價是完全不一樣 假如 李文中董事長 透過這些方式 然後最後都審委員會 真的通過了 遠雄所要的數字 這個叫做計稅 計稅 減掉就有起訴的空間 但是你們現在還好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 瞧動 因為都審委員不理你們 不理你們 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一直以為 或是說市長 你一直跟社會大眾講的是說 大巨蛋的審查 都是都審委員在進行 全部都錄音錄影 社會大眾好像相信了 都覺得說市長這樣講 那就是應該都是都審委員會在進行 沒有想到 在都審委員會之外 開完會了以後 遠雄居然可以找李文中董事長 然後邀請各個局處首長來 開這樣的會議 然後說這個結論 會議的結論 可不可以修正 能不能夠修正 現在的問題重點在這裡 所謂的公開透明 不是只有在都審委員會 照你們這樣講起來的話 好像就是一場作戲 都審委員會變成是檯面上的戲 真正的檯面下的戲 就是我們今天錄音帶所聽到的這些東西 我跟你講 你先回答 第一點喔 環評人數 避難人數 融流人數 這是中華民國在這個大型場館 人數上面的一個漏洞 因為這三個是分別處理 我都不曉得那個 所以在這個 他在那個 那個內政部營建署 他的避難人數是14萬 所以我當時覺得很奇怪 環評人數跟避難人數差這麼多 那請問那個營運人數是什麼 這是我們目前在這個 大型場館的法律上的漏洞 但是結論是這樣 你們不要做什麼影射 我們非常清楚 我們是這樣 在討論的時候 一定會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改管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最大好處你看 開會不會是一言堂 一定打架了 大家都意見了一大堆 但是我們 我們不管怎麼討論 我們這叫虎的想法 但是 能夠 能不能夠 還是有都審委員會 而且在這個 網路直播的狀態下 這些都審也不至於說 官錢門來被影響 但是說 當然不是說 我們 我們內部都不可以討論 哪有那一回事 你要不要看一看 我們早上那個市長 在市長市會 登一登就更多 你們內部當然可以討論 對啊 所以這有什麼奇怪 可是你不要在外面說的一副 全部由都審委員會決定 我們市府就是錄音錄影 我們市府的工作就是錄音錄影 我們不做任何努力 也不偏袒 也不幫忙 也不會扯後腿 都是都審委員會 其實看起來就不是這樣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確實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給我 兩分鐘我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是內部的會議在討論 那我聽到這個錄音帶 我是覺得 開會的人 我相信不是我後面的人錄的 可是錄的 他應該把全部九十分鐘都拿出來 我承認有一些 我是有講 討論的過程裡面 大家有大家的想法 這第一點我要講 如果說要放錄音帶 我希望 對我個人來講 或是對事情來講 要全部都放出來 那因為現在說 技術上說 我只錄這個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截錄的部分是不能算 第二個部分 我又這樣 那個公文送到市場市 那一天我如果沒有記錯 禮拜五下午市場是休假的 禮拜六禮拜天市場市在台 我沒有問你這個 這個 所以說我覺得 今天在這樣問的話 會施加 因為對我們自己來講 這樣是不重要的 民事長你是一個老實人 那我相信你有一天 可能會當總統府秘書長 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不講 而且我從錄音帶裡面 聽起來 你大概也就是 李文中董事長 希望你往什麼方向 李文中董事長 我問你一下 你裡面講說 你跟袁秀慧去跟 遠雄談 剛才錄音帶 那個裡面出現他 對 他是誰 剛才錄音帶 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周明說要對象 要發文過來嗎 所以你說 你有跟遠雄講 說怎麼樣怎麼樣 那遠雄跟你接觸的是誰 他是誰 是這樣子 籌備書大概 籌備書這個事情 籌備書大概是 他們每兩個禮拜 跟他們開會嘛 通常都叫我進去 那就談這個事情 就說 你會發個文 就他說 你不是說你有跟遠雄講嗎 那遠雄到底是誰 你接觸的對象 到底是誰 應該是湯總 我沒有記那麼清楚 誰啊 湯總 湯總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隨隨便便 有一個人說 我是遠雄的 遠雄的湯總 我認識他 我說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麼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姓湯就對了 我上次有說過了 我跟遠雄 在私下沒有任何的接觸 都在三個人以上 我上次已經報告過了 所以你跟 我從來沒有 也從來沒有通過電話 所以你跟袁秀慧 跟這位湯總見面的時候 是在市政府是不是 應該是在十一樓的那個 袁秀慧說說犯事 在哪裡 不是很清楚 在哪裡 但是我沒有離開過市府之外 跟遠雄碰過面 所以有沒有這場會議 跟你跟李文中 跟湯總碰面 有這場會議啊 有嘛 有臨時被叫上去 也不叫會議就是他們來拜會 然後那個文中 顧問要我上去 陪同這樣 好 那這個列入紀錄 以後看看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我再說一遍 這個事情因為你們現在是未遂 所以不會有行者 如果真的有被你們修改過 那才是會有行者 但是我只是要告訴你們說 真的不要說把都審委員會 好像當做一個演戲 不是因為我給你報告 我這些錄音帶的結論 我在政風處報告都有說 第一個是為了 剛剛講五個人數大家瞧不懂 五個局長在溝通 第二個台北機場 你們溝通完以後 都審委員會 你們要怎麼樣去告訴都審委員 我們沒有跟都審委員 如果你們對於 我請問你 我沒有接觸 我請問你啊 如果你們溝通完 達成一個結論 那你要怎麼去告訴都審委員 說我們要的是 沒有我們不講這事 我們是內部溝通 比如說周明的看法 那你們一定是要 林周明去做這個事啊 不是這樣說 因為跟都審委員有接觸的 就一次林周明嘛 沒有 所以你們等於是在 要弄出一個結論 然後叫林周明 去跟都審委員溝通 說你要的方向 沒有沒有 我想這個 那你不然你開這個會幹嘛 既然你對都審委員 完全沒有任何影響力 我在政風處說了 那你開這個會要幹嘛 我再講一遍 當時講 你那些五個數字是什麼回事 各局處 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 如果你對 如果我們市政府 對都審委員 都沒有任何影響力 那你開這個會要幹嘛 跟你有什麼關係 各局處有各局處的 你會不會去開會 討論這個美國 美國國防部的事情 不會 梁文傑 其實BOT 在台灣被污名化 其實BOT是政府 跟企業合作 去解決一個問題 沒有 市長 市長 你講的事情 我兩年前就跟你講過 對 我們在 有一次在中午吃便當 你那個時候很生氣 你說你一定要把這個大巨蛋 幹掉 你說你那個時候說 你一定要把它幹掉 我跟你說你真的要這樣嗎 我跟你說這個 巨蛋是有一個合約關係的 你如果要真的怎麼做 你會之後面臨到什麼法律 法律的問題 可能我們十年 二十年都還要法律訴訟 我那個時候就這樣講 我也跟你說 BOT 是一個政府 跟廠商的合作關係 那時候你聽不進去 那後來你有整個變了 那我就不知道你是怎麼變了 如果我當時有那一場 我那一場這個 跟你的便當會 我有錄音的話 我現在可以放 我跟你講喔 大巨蛋是這樣 如果拆得掉的話 早就把它拆掉 我們都得到 這個我同意 對啊 這個是我跟你的共識 現在的共識 如果拆不掉的話 那我們就要面對問題 看怎麼解決掉 它至少要安全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到底是要怎麼弄 才會過關 所以虎還是有虎的態度 所以老實講 我們是這樣 那個大巨蛋 台北市政府還有台北市的態度 所以說內部還是要討論說 到底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老實講 對我來講 內部開閣會討論說 這個大巨蛋怎麼解決 很正常 我跟你講 一切問題都是你們自己搞出來的 搞出什麼問題 你從一上任開始 就是先把它打成弊案 然後叫林青榮去弄一個 很奇怪的電腦模擬 然後後來就發生一堆事情 然後就變成到今天這樣 反而你要回過頭來 幫他想辦法 這是如果從頭 一開始就告訴你 但是我跟你講 大巨蛋的確不是個正常的產物 坦白講 那個過程都很奇怪 我們是這樣 可以拆掉 我早就把它拆掉了 那你是不是有跟人家說 我是遠雄幫 蛤 你是不是有跟人家說 我是遠雄幫 我跟你講 我這樣忘掉了 你就是有講 有 我這樣很土爛 現在 現在是誰在幫遠雄喬 我們哪有幫他喬 我們是在解決問題 重點在這裡 我兩年前跟你講的時候 你說你這個義憤填延大發神威 你說我要把它幹掉 我一定要把它幹掉 對啊 其實 兩年前的好像七月 七月一號是daylight 好像是這樣 大巨蛋還是一個不正義的產物 坦白講 那但是這樣 可以拆 我們當然把它拆掉 問題是當你拆不掉的時候 就要面對問題看中什麼解決 就是這樣 好啦 反正檢疫員會把資料送檢掉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沒事 我希望大家都沒事 我希望大家都沒事 但是今天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不要兩套標準 不要兩套標準 好 這個題目到此結束 其他局處首長先回去 先放 市長 昨天 昨天 徐庸廷議員問你 這個 那個 郵由卡電子票證 我們市佔率下降的事情 他說你是不是被陳菊騙了 然後你說被什麼流騙 什麼意思 第一點 當時我們是先開放 給他進台北 其實我跟你講 是這樣 這件事情 我自有 我自己的判斷 其實 其實在當時說要不要 這是這樣 台北市開放一卡通進來 理論上就要開放 郵由卡進高雄 在高雄 他們做很多動作 擋你 但是當時有人說 很簡單 我們就台北市那個扎門 把它關掉 讓它不能用 但是我覺得這樣 不應當懲罰人民 另外一點 我也覺得說 就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你知道 有回到市場競爭是好的 所以當然 另外一點是 台北市讓可以刷一卡通 那些設備 有很多是交通部出的錢 沒錯 所以我們不應當說 用自己的行政權 去把交通部有出錢的東西 把它擋掉 但是這樣 但是很明顯的 當時的確是高雄 有擋那個 又有卡進去 你知道高雄的捷運公司 高雄市政府佔多少股份 沒有 但是當時的董事長 佔多少股份 這我不知道 零 一卡通 高雄市政府佔多少股份 一卡通 零 我董事長是王國財 董事長是王國財 那是他的事 重點是 在我看來 一卡通跟又有卡之間的談判 誰先進入也好 或是怎麼樣也好 就和你們跟iCash的談判 或者是跟這個遠東的這個 遠心卡的談判 沒什麼差別 在我看來沒什麼差別 因為它是完全 它是 我們台北市政府加捷運公司 對又有卡 我們有將近四成的股權 我們有將近四成的股權 一卡通沒有 它是完全私人的公司 這是第一點 所以 所以你說 徐庸廷說你被陳菊騙 我不知道 沒有啦 跟你講 你昨天為什麼 昨天為什麼不把你剛剛講的那些理論都講出來 他也不讓我講 我再講一遍 其實當時應該是一卡通進台北市 又有卡進高雄 可是我們要進高雄 他就小動作擋我們 其實我就沒有必要 當時我沒有因為這樣去擋住一卡通在台北的用 因為我覺得那個機器是交通部有出錢的 而且我也不太認為說 我也不贊成懲罰人民 我也認為說 在市場上有競爭是 應該是好的 好 下一張 市場我跟你講 當然也許你可能要走了 但是還是請你注意這個事情 台北市又有卡的最大競爭對手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一卡通 其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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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市佔率 還是七成 愛金 我們 我們是64% 一卡通是16%多 愛金卡是17%多 愛金卡就是7-11的iCash 就是7-11的iCash 簡單講 因為高雄一卡通 它除了那兩條捷運線之外 沒有什麼更多的誘因 iCash是有 iCash是有 所以它的成長率會越來越快 它的成長率會越來越快 對我們台北又有卡來講 真正的競爭對手 會是iCash 因為很多人他可能用了iCash 在7-11 他還有送這個紅利點數 還有一大堆啦 所以它的成長會越來越快 然後他又可以坐捷運公車等等 所以不要把這個敵人 放成是一卡通 一卡通沒有什麼好怕的 一卡通他現在是很多次在銷價競爭 在銷價賣卡 但是他沒有什麼好怕的 因為他手上沒有背後的那個後勤資源 他沒有背後的後勤資源 所以你要把這個觀念搞懂 就不要說北捷的悠遊卡是因為一卡通又怎麼樣 下一張 你看喔 我們在開放多卡通之前 我們在台北捷運 簡單說 簡單說我們悠遊卡的競爭力 我們進入高雄的能力 比一卡通進來我們台北的能力要強很多 但是只是因為高雄的市場比較小 他的運量大概十幾萬人 我們運量是一天兩百萬人 但是這樣的條件 這樣的條件其實顯示 就是我們優遊卡的能力是很強的 我們真正要面對的未來 我認為這是iCash 下一張 你看 可以給你1.67的現金點數回饋 所以iCash他可以做的東西很多 背後統一超商的實力非常堅強 還可以找這個徐偉倫來當model 我們只能找頗多也結一 所以重點在於這個 我們要真正面臨的對手是誰 然後不要被人家隨便胡說八道一下 然後你就順著人家 然後今天報紙標題全部都是 柯文哲說我被陳菊騙 有啦他那時候還是擋我們一年 我們北捷只是比高捷晚一年進去 只是晚一年 但是我們在高捷的成長率 是比一卡通在北捷的成長率高很多 我們現在已經占到25%人家才5% 這個東西不要被人家賭 這樣可以嗎 其實我知道實踐大球又有卡是會贏 因為我們的行政資源太強了 沒有錯嘛 我們又有卡行政資源太強了 對啊因為這被商業機密 好到這邊舒函 市長那個我直接切入主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針對健康公仔 當時呢 大概開 開始 對外 對外有入住的情況的時候 大概兩個月吧 兩個月的時間就發生漏水的狀況 那你知道當時怎麼說嗎 是漏水還是開水 市長你當時知道怎麼說嗎 是漏水還是開水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影片 你當時針對健康公仔漏水的狀況 你講的 記者問說兩個月就漏水了 最上那一層啦 上面有那個林園城市的 所以漏水 所以漏水 不過是這樣啦 我發現油體就趕快去修了 這樣會不會有給保存的 有時候不只蓋好哪個地方漏水 不免還是會有 那總證就是油體趕快去把它修理修好了 好 你的答案是說 反正兩個月才蓋兩個月漏水 叫做正常 結果呢 民眾聽了全部都傻眼 好 那兩個月漏水 結果呢 你知道昨天 前天又磅礡大雨又下來 你看一下那個照片 整個呢 是淹水淹進來了 沙包都已經堆在外面了 它只要只有短暫性的大雨的時候 就變這樣 然後呢 電梯也因為水淹進來 所以沒辦法用 好我們再看下一列 健康工仔 總共花了19億 蓋 設計建造費將一億 好18億的部分 然後總共花19億 蓋了507戶 就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就漏水 到現在目前已經是淹水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 健康工仔 光9個月的時間 民眾入住到現在 9個月的時間 最近總共通報了900件的通報維修案件 幾乎每個月 每個月100件 其實是877 精準數是877 然後呢 877裡面 有853個 是一再修 再怎麼修 都沒有辦法改善 然後裡面 有結構問題 無法改善 有24種 樣子 我跟你講 這是24個 是完全結構的 沒辦法改善 就是冷氣裝設的位置跟管路陷入設計不良 還有呢 車道的波度也是設計不良 還有呢 浴室設計不良 造成濃郁發霉啊 滲水 所以有現在目前有避癌的狀況 還有木門的部分 還有排水系統的問題 這些都是因為設計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改善 那總共呢 通報案件數已經將近 到現在目前9個月的時間已經900件 然後呢 完全沒辦法改善 我們現在目前還在請廠商再繼續做 到現在目前都沒有驗收 所以市長 我要問你 健康公宅真的是 蓋了兩個月就漏水 真的就你剛剛講的那樣子嗎 叫做正常嗎 這個廠商是哪一家 廠商是哪一家 健康公宅還是我們任內蓋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負責 是 所以要怎麼處理 這個我來講 其實我們工程 工程有一個叫做全生命搜集 我知道 我跟你講 廠商保護維修 好我直接講 因為時間關係 廠商保護維修 市長是到明年的5月30號就沒了 5月30號 所以他保護維修結束了以後 他可以就擺爛不負責任 那請問一下我這個健康公宅 未來怎麼辦 我可能花了造價19億可能還不夠喔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要最佳預算 去做整個改善呢 所以保護期間裡面就是要請廠商儘快把它 徹底 那如果沒有辦法處理呢 因為已經持續9個多月都沒有辦法處理 這個我們會的設法 因為當然那個 經過去年跟今年 這樣子 因為當時是用生態排水 是屬於我們的綠建築標章 所以可能他設計上真的是 比較沒有考慮到那個 花了1億設計費 到現在目前才使用9個月 然後呢 全部所有的 陳情案件數高達將近快900件 市長 這樣的健康公宅接下來怎麼處理 那一樣嘛 哪裡壞掉就哪裡去修 這個還是 如果現在有剛剛跟你提到 連結構都要結構改變 也沒辦法處理 是整個設計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今天穿西裝再改西裝 也沒辦法改好 那現在健康公宅的問題 要怎麼辦法 是不是又要再繼續追加預算 那市長呢 你的任內說不能再追加預算 那這要怎麼處理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 一樣 有問題就把它列出來 我們再叫進來 幾經列了齁 我給你明細都在我手邊 877件 然後有82325件 是完全沒辦法根治 也沒辦法完全改善好 那結構無法改善的部分 我跟你說 現在呢 因為我們的健康公宅 沒有給人家家具設備 所以包括冷氣 都是民眾自己買 買了冷氣 沒有辦法裝啊 市長 買了冷氣不能裝 裝了也不會冷 什麼意思 因為它的設計有問題 它沒有預留冷氣的空間 所以我今天如果掛在外面的話 我再吹進來的話 也吹不冷 確實 是不是這樣子局長 對不對 確實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有聽說過了 那這樣子啦 這個我剛剛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當然 市長時間的關係 以往設計上有一些 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們後續就是 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要回饋到設計 變跟制度變 是啦 時間的關機 一個月內 我希望你能督倒這件案子 因為我不要一個健康公債 才蓋不到一年的時間 才九個月的時間 有這麼荒唐的事情 然後再加上冷氣也吹不涼 然後很多的設備 全部都沒有辦法使用 包括排水系統也不行 所以一天到晚家裡淹水 而且現在已經有病癌了 才用九個月就有病癌 所以我希望是不是一個月的時間內 有你好好把它督倒 給我們一個交代 到底接下來怎麼處理 那有可能要再花多少錢 需要再追加多少預算 這樣好啦 彭副市長 你直接接管 我們把那個缺失全部列出來 我們直接從府級長官督導 看怎麼解決 從府級督導嗎對不對 彭鎮聲直接督導 又要去彭副喔 對啊 不然他叫誰 OK 好 那所以你一個月給我們答案好不好 好 好 第五